请听题 他们对四名候选人各自做了 A. 比例 B. 比较 C. 比赛 D. 比如 好的 正确答案是B. 比较 比较 做比较 我们常常说做比较 别的选项呢都没有这个意思 好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整体意思吧 他们对四名候选人各自做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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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比较的别的用法 其实比较一共有三个用法 好 比较的第一个用法 比较的第二个用法 借此 好的 比较的第三个用法 比较是一个副词 副词 比较好 比较好 比较成熟 比较成熟 比较幼稚 比较幼稚 最近我比较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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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男女比较少 比较少 这个部门的男女比例是多少 这个部门的男女比例是多少 成人与儿童的比例为1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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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下一个词是比赛 那么常用搭配有 比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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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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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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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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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比赛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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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下一个词是 比如 比如 也可以说 比如说 比如说 选择冷色系 比如灰色 选择冷色系 比如灰色 选择冷色系 比如灰色 我有很多爱好 比如跳舞 我有很多爱好 比如跳舞 我有很多爱好 比如跳舞 我们又学了四个词 比例 比赛 比赛 比如 比较 好的 要是有不明白的地方 一定要留言 还有别忘记做笔记 好的 谢谢大家的观看 明天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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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